為在大南的正榮集團和館戶合作 在三合國秀行李全台第十二座的紙圖書館 為它提供大人的導資和運用環保瓦漫紙 來作成的藤藥和製作 希望由管理大南與正榮集團的代表領人 來告白啟用 專題在這裡做 紙圖書館需要在大南三合國秀告白 紙圖書館的個性 來自正榮集團在專題早餐都為在片方 減少大型刺繳和好好多助手給老夫 因此更電話器 綠色書箱紙圖書館計畫 並結合大元氣墊 深龍通運電公司來推動 那所有的今天看到的紙 都沒有用到一滴醬乳 一支釘 平衡 都沒有用到自然的 用擦舌的方式來信仰 所以說這是很恐怖的 非常環保 它的承受力 你看我兩支是怎樣 一支再一支 它中間有很多這樣圓圓圓圓圓圓的 那個跟我在坐椅子都一樣 增加它的承受力 而且很多紙可以再生的使用 所以很多取之不絕 遠遠不絕的再生環保的觀念裡面 它們職業都可以完全應用到 這個才是讓我們從生活裡面 去體驗到世界的變化 正龍公司和正常三合國秀一般的抑制紙材 和小朋友幫你當手做文具用品 提供DIY的特殊 客人只注意 為後方精添去引力 提供投資館和菜籍的使用率 提供用作者的展示架和紙大樹 讓本燈是菜籍的主題 三心空曜 讓大拿點菜來不得